学校搞运动会 我的女神参加了跳远比赛 看她奋力一变 我感觉冠军应该是她没跑了 可看到她跳进沙坑的那一刹那 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女神和沙坑来了个亲密拥抱 此时此刻 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稀小的沙子呀 最后女神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为了鼓励她 我把照片发给了她 然后她就把我拉黑了 冒主在你看我模仿的对不对 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一定会改进的 希望你能给个好评 吵啥吵 没看见正在午休吗 以前那些贵榴莲 贵键盘的惩罚简直弱爆了 我女朋友发明了心理惩罚 贵体重称 而且要把体重维持在50公斤 有一两的差距都不行 对于一个80公斤体重的人来说 你知道我遭受了什么吗 女朋友让我去淘宝 帮她挑选八件 我认为适合她的衣服 跟你在一起两年多了 如果我还不了解什么适合你 那也是啪啪打脸 我们这个地方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 所以我觉得雨衣最适合你 而且还有情侣同款 真的是很好奇啊 为什么像这样子的男生 都可以找到女友呢 对于单身狗来说 很是不公平啊 但是更不公平的是 有些人还找到老婆了 有一天呢 市民留女士半夜醒来 发现老公正在看着自己发呆 你不睡觉 你动我爸妈 老公说 睡不着啊 睡不着你数羊啊 老公又说了 经常数没意思 那你就换一羊 已经换了 你这不正数着你脸上的雀斑吗 姐妹们 你们说有个这样的老公 气人不气人呢 我要是留女士 二话不说 我就要关门放狗了 好 好 好